汽机车压过冷孔盖时 有些还是会发出声响影响安宁和安全 特别是这一段20公尺长左右的道路 却有13个冷孔盖 机动市议员庄敬胜指出 这种奇怪的情况就在中山区 中山二路中山区卫生所附近转弯处 因此庄敬胜特地邀及市政府公务处 和当地中心里里长李静发等人一起办理会刊 庄敬胜建议应该把13个冷孔盖 全部降埋除力 让这段道路更平坦 行车更安全 我们从中山二路口这一个区段 因为我们中山一二路已经有共同管沟了 结果我们发现这个区段大概不到20公尺 我们总共有13个冷孔盖 所以我们非常的质疑 我们所谓的共同管沟的一个功能性 并没有发挥 但是这可能靠于山侧这部分 又在一个弯道上面 我们希望所有的管线单位跟基隆市政府公务处赶快来协调 目前如果没有布兰的需求 我们将13个冷孔盖全面的降埋 让路面变得更平坦 另外庄敬胜也建议市政府中山一二路的号制及标线标志 都应该归零重新规划设置 提升整段道路的行车安全 我们也要求基隆市政府交通署 我们对于中山一二路的一个交通动线 以及标志标线以及号制 全面来归零思考 来共同来去成就 我们中山一二路的安全性跟顺畅性 应该会在年底编略预算 然后请外部的顾问公司一起来合作 跟了解我们地方居民的需求 来一起让中山一二路变得更好 更安全 而市政府公务处科长会看后也表示 将会规划把冷孔盖降埋30公分 路面上完全铺平处理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